位在玉里镇的玉城部落聚会所 今年年初举行动土典礼之后 好几个月以来都杂草重生 在上个月代表会定期会最热门讨论议题之一 16号下午县政府相关人员在开工前到场放样勘验 政公所以及代表林采英、里长、头目等人都前往关心 玉城部落聚会所在今年初举行动土典礼 几个月过去不但没有看到聚会所连施工的痕迹也都没有看见 这也是玉里镇代表会在这个会期讨论度最高的议题 终于在16号下午县政府相关人员在开工前到场放样勘验 政公所以及代表林采英、里长、头目等人前往关心 经过我们这个一个月来 我们跟厂商还有跟相关的五大管线的相关的工部门 做一个密切的联系排除相关的一些障碍之后 今天很顺利的我们花点县政府很迅速的到我们这个一城部落 聚会所的一定地来看一个放样的一个场地 林采英表示经过了重重关卡 一城部落的聚会所真的就要成真了 目前也只希望工程能够顺利 好久好久了前镇长就有了 到这一任镇长然后换代理镇长 结果代理镇长答应我的 这次执行的时候他答应我的 真的已经放样了 我很高兴我弟主人高兴 我也谢谢镇长 之前是在那个中城国小对面有一个多二所 现在希望是有一个新的聚会所 头目表示过去的丰年季都要借幼稚园的场地来进行 没有属于部落的聚会所要办活动真的不方便 这次透过各方努力争取到聚会所 部落的族人都很期待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